众所周知柯南走到哪死到哪 这天几人偶然搭个便船 果然当晚就发生命案 死者是个年过半百老头 他在自己卧室中遇害 诡异的是门口血迹有被擦拭的痕迹 但却遗留了一朵玫瑰 众人也没细想 就推断凶手是玫瑰持有者阿伟 阿伟还想狡辩 却被大姨一套组合拳直接按下 原谅他曾听到老爷子吵架 阿伟的真实身份是仇人之子 杀夫之仇不共戴天 所以阿伟一定就是凶手 还有三十多分的戏份没播 所以肯定另有玄机 果不其然在他小心搜索后 在血迹中寻到了一个面包屑 要知道这老头西餐过敏 看到面包都会干我半天 那么血迹中怎会遗留这玩意 而且既然门口有擦拭 那就说明这朵鲜花落得很不合适宜 但眼下没太多线索 也只能继续四处张望 另一边 家人们出于害怕便将阿伟关入残库 本以为能松口气 谁知眨眼的功夫 黄毛又在甲板上惨死 这血腥一幕把所有人吓坏了 意识到不对的柯南立刻跑到仓库 却发现阿伟已经不见踪影 众人议论纷纷 觉得阿伟实在是过于丧心病狂 但柯南却提出异议 要知道那个锁头只能从外部打开 所以阿伟一定有个共犯 听到这话所有人开始疯狂甩锅 什么翠花姐搞婚爱 丈夫死了他最开心 肥大妈欠一屁股债 老爷子走了他可以继承家业 总之是谁都有利 谁也说不过谁 吵着吵着小儿子不乐意了 他要去自己放松心情 尽管众人说外面危险 可他却根本听不进去 也在离去的数分后 整座邮轮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 紧接着就听到小儿子 从出一道气厉的惨叫 顺着声音寻找 却发现他已经捂着腿倒在地上 身旁还遗落着作案工具 经过调查 短路是用蜡烛制作的检疫定时工具 显然这一定是阿伟在行凶 为了解决问题 所有人一同地毯式寻找 可却始终没有发现踪迹 数分后 柯南悄悄询问管家 在得到确定的回复后 柯南 懂了 原来是这般这般在那样那样 紧接着他将大叔骗到屋内狠狠摄入 随后借着他的名义召开发布会 原来这一切的凶手都另有其人 最开始的老头死因 门口有血迹擦拭的痕迹 所以鲜花是特意落下诬陷阿伟的 还有血迹中的面包鞋 那些都和真正的凶手有关 第二个死者应该是误杀 是凶手在投掷凶器时被目睹 所以就下狠手杀人 由于阿伟那时被锁在屋内 因此只能将他放出踢自己背锅 而第三起案件和前两起明显不同 首先是凶手如何在黑暗中找到小儿子 而且凶器也没有带走 综上所述凶手已经很显然了 那就是爱画画的小儿子 听到这话大妈不乐意了 他有什么理由刺杀爷爷呢 柯南听后黑黑一笑 随后掏出了他的画作 只见上面全是小美的身影 原来小儿子一直暗恋小美 他向爷爷提过结婚想法 不料却被拒绝 还嘲讽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最终他黑话想要报复一切 听到这 小儿子再也忍不住当场催下乖乖辅助 至此事情圆满解决